對古林綠洋來說今年也是蠻有可能在終止的最後一個賽季 來看到古林今年的防禦率1.79 目前在聯盟當中是防禦綠網 這個系列賽連續兩場李宗賢都有安打的演出 在三壘的防區戒內球長傳一壘 今天先發三壘手勢重聽 在那場比賽之後他連續六場比賽的用球量都控制在最多九字頭 可能國外的選手的一些破壞的條件可能更強 哇哦 這個曲球掉進了好球袋 慈恩齊站著被三振 品質沒有投出來的話就會被狙擊倒 對 速球對決154公里沒有看錯吧 現場是標出151 古林在第一局用了14個球也投出了兩次三振 單季史上最速百K的本土投手 突然加速喔 Fastball而且在一個偏高的位置三振的蔣志祥 照過來 這個球 古林 漂亮的籃球 哇 手套一升就像他的腰際喔 把這個球直接撈進手套中反應很快 桃園這個體系從龜山國小開始 好 這個球打高在本壘的斜後方 面罩一拖之後 重雨鎖定這個球 內角球打在了三類防區 撿內 傳一壘 雖然偏了但林一全即時回去踩壘 有一發全壘檔 現在球數是完全站在他這邊 所以來一個變化球 三振了周佳樂 也是奔唱比賽的第4K 忠賢 這個球打在了三游之間 穿越過去 現在要回傳本壘這個攻防 傳球到位 Out 好 喔 喔 連進場的小朋友人數特別的多 是非常依賴的投手 相當刁鑽犀利的直插球又來了 被148的訴求三陣 目前球數一好一壞 跑者又是一個假跑 好 擠壓到 三類手過來 掌握住 第一球就出棒 但是有擠壓到 在游擊的後方 已經被許哲彥給掌握住 選手就是你們要好好把握的時候 打進場內在三壘的正面 哲彥傳向一壘 印象中的訴求的均速 再來一個時間點 喔 外角的變化球 已經跪在地上 身後尾還是沒辦法打中 遭到了三陣 好 這個變化球 看看 三個野手都同時迎向球去 畢竟面對古林的 有從古林的手中集出兩支安檔 彼此的默契也都相當好 嗯 喔 看起來有機會喔 喔 抓到 當時蘇智傑其實守得算比較淺 這個三壘的攻擊球比較緩慢 好 棒子打斷 但是遊擊的正面球 許哲彥找向一壘手 球數一好一壞 好 這球在中間方向飛進了手套 打到了三壘防區 在界內 這個長傳是夠準的 然後這套球衣也是球迷非常喜歡收藏 判斷的時間不多 嗯 哇 揮棒落空 但是球露得有點遠啊 再傳一壘 Safe 哇 形成了不死三陣 這次打 神化偉第一球就打 但是在界外區有機會嗎 嘿 哈哈 應該不會叫他再投兩個半球 不知道 就看他的身體的狀況 對啊 因為最近這幾局大概都是 一擊之後有一些球接著打得 是算蠻強勁的 也許還有機會挑戰完封 要下個禮拜 而且可能還是要忍痛 哇 揮棒落空 就是這個非常犀利的角度 好 古林瑞陽 今天的投球內容也沒話說了 不過現在 因為只差兩分 而且壘上有兩名跑者 在八局上半富邦漢將的進攻 好 哇 古林瑞陽今天的表現 連頭叫 鄭柏仁 都給他正面的鼓鼻子 自己是笑容滿面 對 對 也投超過了七局 也是付出了權力 同一地術是我信仰 萬丈勝利光芒綻放 不是 那他超過了我想楽的 我身為了 不是